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 重庆连续不胜后 开始有了将军的危险 如此情况下 重庆加速寻找新帅 进而锁定约尔迪克鲁伊夫 与父亲传奇生涯相比 约尔迪克鲁伊夫的足球生涯平淡无奇 曾在巴塞罗纳和曼联效力 约尔迪克鲁伊夫退役后成为一名教练 小克鲁伊夫从2012年开始 就在特拉维夫马卡比担任职务 并再上赛季成为球队主帅 不过 他并没有帅队完成夺冠的目标 因此赛季结束离开了球队 小克鲁伊夫将从巴塞罗纳飞底重庆 然后再看一下合同细节 并最终在合同上签字 目前 双方就合同细节已经达成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 小克鲁伊夫与扎哈维关系非常好 小克鲁伊夫与扎哈维关系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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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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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